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江江 今天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几款比较喜欢的名牌包包 上几期我给大家介绍了几款比较经典的款 但今天我介绍几款我觉得是在名牌包包里面比较低调奢华 然后也是比较实用的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首先第一款包包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 第一眼就可以看见的这一款狗眼它的托特包 这款包包呢,刚刚出来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特别特别喜欢 可是我看了一些欧美的杂志呢,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黄颜色 然后据说呢,它这个包包也是那些刺绣工人 每一个都是他们自己点上去的 所以每一只包包的纹路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大概是在2011年录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对Goya并不是非常非常熟悉 所以我当时觉得买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撞包 所以呢,我就毫不犹豫买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在读本科嘛 所以说这只包包装我的书啊,电脑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它的容量非常大 我本人呢,大家看我前面几支视频也知道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大包的 因为大包对我来说就可以像一个百宝箱一样 装下我所有喜欢的东西 然后这只包我觉得颜色非常的跳动 然后那个年代呢,就是十年前吧 黄色的包还不是非常普遍的流行 所以呢,大家很多人还是会选一些安全的颜色 比方说是酒红色,灰色跟白色 然后我看到非常多明星背这只包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去香港玩 然后我在机场还碰到了王心灵 他当时买的就是比这个小一款的size的一款白色的 他背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我现在依然还是很推荐狗亚他们家的包 因为它质感好,低调又不容易撞包 然后呢,你背起来的话呢 也是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有气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是 不管是秋冬搭,秋冬背 我觉得什么时候背这个都是很好看的 然后只要你搭的比较随性一点 这只包嫌起来就特别的那个毫不费力的时髦 所以说呢,就是如果喜欢大包的朋友呢 我觉得你比较推荐你买这款 而且甚至我觉得它好看过就是LV的那款never fall 就这款包我觉得它更轻,容量呢也更大一点 就是它背起来的话呢 就是在你的肩膀旁边背的时候呢 也是感觉到更不压手 就是never fall的话呢它还是有一点点体积感 我这里面装一点布袋 我就觉得它是更加的柔软 然后更加的容易凹躁性的一款包包 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不是特别注重logo 我想建议你买这一款 因为它真的很好看 我就拥有十年 我依然非常喜欢它 然后也很适合妈妈 这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的第一款包包 第二款包包呢 我要推荐的也是大家一眼可以看到的这一款 就是 罗伊卫他们家的吊床包 这个呢就非常像吊床一样 但是呢,它现在呢又出了非常非常的迷你的小size 说实话呢,我是更加喜欢那一款包 因为这款包呢,让我又爱又恨 就是我觉得它这款包的唯一的问题就在 如果你买这个大包的话 你感觉是拎在那呢 你手呢,又是完全没办法穿过去 因为它非常小这个环 但是你如果背在肩上呢 又会觉得它特别的大 然后呢,它唯一好看的呢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形状 然后你背起来的话呢,对凹造型拍接拍也是很好看 特别我当时会买这款包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它的花色 因为墨绿色就是我心中最时髦的颜色 那个时候啊 然后呢,它如果是在中间 它有一个铁环可以把它固定成这个形状 就是往这个方向 就铁环可以固定它 就是这个形状的背 然后你如果把这个铁环打开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像一个侧背包一样的背 然后呢,我还给它添了一个Burberry的一个小熊 我就觉得它这个颜色跟它侧面的这个霓绒的花色非常的配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款包就是 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然后它这个包呢,据说有好几种背法 然后你可以把它依次这个肩带变长变短 它凹造型也是非常好看 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不是特别推荐买这款大的 因为它实在是很容易敞开 然后如果你是在国内或者是你去旅游的话呢 就非常不安全 然后太大了,真的是 拎起来真的也是很费劲 所以我比较推荐买迷你的 就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款式的话 迷你的话是比较相对于这一个形状来讲 是更实用,更好看 这是我第二款要推荐的包包 第三款我要推荐的包包呢 就是Milberry的 就是这款非常带有英伦饭的包包 然后这款呢,就是Milberry他们家的包包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非常低调 就是大家就会发现它的一些包啊的样子呢 其实不是特别有特色 然后它就会有一种非常英伦饭的这样的一个包包的包款 因为当时我特别迷恋飞蛾女孩嘛 所以我就非常迷恋英伦饭 因为那个Blaire它经常会有一些发带啊或者是袜子 然后配一些学生的学生装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Milberry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记得当时 Serena在里面也有背他们家一款非常火爆的一个他们家的经典包包 然后呢,我一直都没有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相对于这个牌子来讲 它的单价还是有一点偏贵的 因为它并不是家喻户晓 而且它的款也不是那么那么的经典 是比较容易退潮流的 所以我前几年就是大概是两年前吧 我看到这一款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原因就觉得我就觉得这款可以上班我可以背 因为上班的时候你其实并不希望别人看到你的包包就是特别特别贵价 那老板就会觉得哎呀你背那么好的一个包你还要上班干嘛 所以说呢我就选了这款比较低调的 然后如果你是学生党的话我就觉得这款包也是可以入的 因为它这一款呢还是在年中或者年末是会打折的 然后棕色这个颜色的选择呢 也会给这款包包增添更加多的秋冬的元素 跟一个比较英伦犯的学生气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走一个低调的路线的话 这款包包也非常非常适合你 他们家的品牌质量绝对过关 皮质非常的柔软 然后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好质量的包包 所以我很推荐他们家的品牌 他们家的钱包啊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经典款 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我非常的喜欢 下一只呢我要推荐的是LV他们家的油拆包 可是这一只包呢不一样的是 很多人喜欢他们家这只油拆包呢 都是他家的比较普通的那只老花 但是老花真的很经典 也非常好看我完全不否认 可是当时呢我的念头呢又是想要 我不想要logo 我不想要跟别人一样 所以我选择的呢是他们家这一个颜色 就是它是有LV的花纹跟纹路在里面的 但是呢它就是做的是一个红蓝配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 然后呢就是它里面是这样子 这里面是红色 我就觉得这个配色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就拿下了 而且它的价格我记得不是特别贵 就是一千出头 其实我当时奔着的是老花去的 可是呢店里当时没有现货 要等我就是看到这只包以后 我就觉得嗯这只包好像更好看 然后我就问我老公 他也说这只包真的很好看 你一定要拿下 然后我就买了这只包 然后这只包呢我就觉得它的搭配性呢 也是很高的 可是我就觉得说句实话 它真的没有老花那么百搭 因为它的颜色是蓝红嘛 所以你有一些特别的要突兀的颜色 跟红蓝不搭的颜色的时候 这只包包就会显得非常的多余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百搭的包包 它会比较对穿着上就比较有要求 所以说你如果是买老花的话 我就觉得你穿什么都很百搭 就如果这个包你穿的比较鲜艳 你就很奇怪 或者是你穿的太正式 背这包也很奇怪 所以说呢就这个包会局限你的搭配 但它的撞包率的确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如果你不想跟人穿撞包呢 你可以买特殊款 但如果你想要百搭呢 你就应该买经典款 但这只包包我觉得总体的使用度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它就是可以斜跨嘛 你出门的话就不用太过于担心 就是它可能手拿或者是什么不太好 然后其次呢 它就是皮质非常非常好 LV的皮质绝对是无话可说 就非常的棒 其次它的开啊盒啊 都很简单很方便 所以说他们家呢 我还是非常推荐这款邮差包 然后它现在也有别的款式的一些新的包款 我也觉得非常好看 如果你喜欢他们家的话呢 你就一定要买他们家的这一款邮差包 接下去呢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Vontino他们家的lock bag 这只包包呢 也是很久以前非常的火爆 然后我当时看到了以后就很喜欢 因为当时我记得 他们家的鞋子啊 高跟鞋 平底鞋 球鞋都非常的火 然后呢 我就买过他们家平底鞋 跟高跟鞋 其实说实话都不是很好穿 因为都非常的硬 但这一只包包呢 我为什么会推荐呢 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好背 它很有女性的气质 就是你如果今天是参加晚宴呢 你可以背它家这一款包 你也可以手拿 你也可以斜胯 也可以单肩背 然后如果你今天呢 是穿牛仔裤 或者是T恤衫 就特别的男孩子气的时候呢 你背这只包呢 又可以给你增加很多女性的元素 然后它这只包包呢 有很多颜色 但是我其实比较推荐于大家买黑色 或者是这个比较低调的颜色 或者甚至是白色 我不是很推荐你买那个大红色啊 或者是一些太鲜音的颜色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搭配能手 或者你只想要追求闪闪发光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 但如果你说你想要把它变成一只实用的包包呢 我就比较推荐你买这几款比较低调的颜色 因为的确是非常的百搭 然后呢 有一点可以说就是 它的质量 是没有Gucci跟LV 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那么好的 因为我背了比较久了 它就是有一点那个筋就是有一点像锈调一样 然后它的皮呢就会有一点刮花 所以它这只包包就近看呢 是可以显出它旧的 但这个包包它是新的比较好看 旧了它就是有点脏脏的感觉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如果你要买人生中投几只包 真的要买好的品牌 就这个包它的保值率就很低 就只能背背好看 它的质感其实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就但它这个包包的 就是它的构造呢 是比较好的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口袋 然后里面有一个夹层 然后它是有两个链子 然后你可以把它拉长拉短 然后它的扣子呢 也是很好扣的 所以说呢 它就是这个造型很简单 然后它的容量度也很大 然后也比较硬挺远 看是完全看不出挂花的 但镜它是有这么一点点 所以他们家的包呢 我也是有几款可以放在这里 我是非常喜欢的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女性的那种 女孩子气的包呢 我觉得华伦天罗他们家的包包 还是很适合的 下一款包包呢 我要推荐的就是 大家都非常了解的 Marnie的风情包 然后这一款包包的花色 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 我当时选的时候 就选择了一个完全没有拼接的款 然后就是这一款Marnie的包包 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款呢 就是因为我其实是有选择恐惧症 因为它真的实在是有太多拼接的颜色可以选了 其次呢 就是每一次新出的一些拼接款 我都觉得价格有一点贵 因为我觉得Marnie呢 它也是一个 不是说它的包包是有多么多么的突出 它也有包 有鞋 有耳饰 所以它这个品牌也是比较广泛的一些制造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专攻于做包 所以我不是很推荐你原价买 所以当时这一款呢 就是打折比较厉害 然后它是一个象牙灰的颜色 就是白灰结合 所以它不容易那么显脏 其次呢 我最喜欢Marnie的一点 就是它的设计非常的聪明 就是它是在这个肩带的位置呢 它是一个搭扣嘛 你可以把它变短变长 完全就不会有刚才那个Mulbury那只包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翻啊 或者是会有门袋子漏在那边 你完全你看我现在变成一个短的 它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印记在上面 就别人会觉得哇 它本身就是一个短的包包 然后它背起来也超级超级的好看 就是它这款包包就可以变长变短侧背 然后它还会附送一个外接的一个肩带 你如果觉得你个人身高比较高 它太短了你就可以接上去 其次呢 这款包包你可以如同它的长相 你可以看出来它的宽非常的宽 所以容量非常的大 你可以放手机口红啊 墨镜啊 任何都可以塞进去 甚至是相机也可以放进去 我这款还是比较小的 它们家有一些大款的 但我觉得这个包包的话 还是小的 我觉得比较小巧 但是我不是很推荐你买一些绿色蓝色或者是玫瑰色这些 因为它的记忆点太深了 所以选择这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经典的包款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往一些经典的颜色来选择 这样的它的搭配几率更高 然后它的你对它的喜爱的程度也会保持得更久 就如果它是一个眉红色亮黄色的话 你就会觉得 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搭 然后别人看我已经背过这只包包了 我就不想再背了 所以说我觉得选一些比较基础的颜色 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忘记给大家展示 就它会附送一根小的这个肩带 额外的加上去 就可以调节它的长短 这款包包呢我也拥有了大概四五年 它完全不脏 而且每次背出来的时候 也还是会受到别人很多的关注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造型比较特殊的风情包包 而且它的颜色也很特别 不是纯白 也不是纯灰 就是一个白灰色 接下去呢我要推荐的一款包包呢 是我上一个lookbook里面 我出现的几率非常非常高的一只包包 然后我也知道这只包拿出来 大家肯定说 哦你现在才介绍这只包 这包都过时了 但是朋友们 工作女性们 或者是在家里经常去喝下午茶 或者是你有声音要谈的女性们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推荐你买这只包 就是这只季凡西的这只亮皮的黑色 别的皮质我完全不推荐你买 别的颜色我也不推荐 我就推荐你买这个size 然后是这个黑颜色 然后是亮皮的这一款 因为我觉得这只包真的非常非常的巧妙 原因就在于它这只包 可以把你一个很休闲的look 完全升华成一个 就是女强人跟一个上班族的感觉 它真的是对上班族非常的友好 首先呢你可以拎它 你的手也可以穿过去 这大小刚刚好 一拎一伸进去以后 就完全有一种非常强势的感觉 再踩一个高跟鞋 简直就是领导风范 然后呢 如果它是肩背的话 因为它这根带子也非常有质感 然后它没有非常多余的设计 没有什么扣子啊 什么绑带啊 它就是一个非常金属感的一个肩带 所以说它更有干练的感觉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本人并不是很追求名牌包包 但你非常追求高质量的包包 你又是一个上班族 然后你又缺一只上班的包包 这只包绝对是首选 首先它不是很容易被挤歪啊 变形啊 然后其次它的拉链非常好拉 你要想要拿一只笔啊 拿一个本子也非常方便 其次呢 它就跟就是上班族女性的性格也很像 就是非常坚韧 然后又闪亮 然后又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包 但它同时是黑色又很低调 然后它又非常非常的百搭 所以说呢 我就是每个造型背着它都觉得很合适 这只包真的很适合买 而且它因为不是当下最时髦的一只包包 所以你不用去在乎它 就是太贵了 因为它经常都是在打折 在sell 你就可以在有折扣的时候入 就是如果你在追求一只上班必买的一只包包 一定要入这一只 而且我真的强烈推荐这个皮款 真的是太有质感 太硬挺 太适合上班族了 所以我非常喜欢它 然后我基本上班每天都背它 然后别人也不是很在乎 就它是什么品牌 因为它实在是太酷炫太好看 就是非常百搭的一只包包 我很推荐 接下去呢 我要推荐的一只包包呢 就是YSL的一只小包包 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包包呢 大家第一眼看到会觉得它可能和那只 就是Gucci的那只包非常的像 的确它们就是的外形啊 很像 但是这两款包包的大小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它的皮质也完全不一样 那只会更加亮一点 这只有一点雾面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非要选呢 我是比较推荐你买Gucci的 但是如果你个人品牌比较喜欢YSL 那当然这只包也是非常推荐的 其实我本身买这只包的初衷 我并不是买这一款黑颜色 我特别想买那款白色 当时呢就是在杂志上看到超多人背那款白色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看 特别是迷你的小的真太好看了 但是白色当时没有打折 黑色打折了 但这一款我是在Gucci那一款之前买的 所以说我不介意有一只黑包 其次呢就是这一款的包包 你是可以单肩的 也可以双肩背 然后也可以单肩背 然后链合一条链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链子的滑顺度 是没有Gucci那么高的 声音精彩的就是有一点点摩擦 其次呢就是它这一款包包 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我在鞋背的时候呢 我想手去捞一点东西嘛 但它这个地方扣子呢 是扣得很紧的 这个首先就是很安全 这是有好处的 其次呢就是你稍微有一点难找这个洞 就是如果你不是 你里面放了一点东西 这个包有点重的话呢 它这样吸扣呢 并不是马上立刻可以吸起来 而且打开的还要用点劲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不那么滑顺 但是还是OK的 毕竟它吸得紧的话 对你包包的这个保护度 给你出门的时候的安全度 还是很有帮助的 但这一款包包 我想说的是 我推荐它买 就如果你要给我一个理由 问我为什么要买这只包 不买Gucci的话 我会觉得这只包更加低调一点 而且我觉得YSL这个扣 会更加好看一点 因为它现在不是 使名字变成Sundheim了吗 所以说呢 它就是Y没有了 我就觉得这个Y其实蛮好看的 所以我就觉得它logo比较好看 然后它因为是有点雾面的 所以说不会那么让人觉得 你就是有一点特别想要秀的感觉 它就会更加低调一点 所以说我今天推荐的包款呢 就是比之前那些要更加低调一点 这款的白色我非常推荐买 还有其他的颜色 我有喜欢的酒红色 也很推荐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下一只要推荐的包包 我真的发现我自己买了很多黑包 我觉得我什么时候应该给大家做一个 就是all black look 就是真的黑包真的是很百大 下一只我要讲的包包呢 我只是觉得它特别有历史感 特别有故事性 所以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那猜头猜到六十款黑包 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机车包 然后是这只黑包 说实话 现在背出去真的很过时 也不会有人再背了 但是它就是一个衣橱里的必备单品 就是今天你如果是一个会买名牌包的人 一定会有这只包 而且你即使你没有这只包了 你曾经也会有这么一个念头 想要买他们的包 可能你想买的时候 它已经有点过气了 因为它其实很早很早以前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蔡依林就经常背这个包 然后这款包包呢 就是我老公当时第一次赚钱 给我的买那款包 所以我非常有记忆 当时呢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我想要买一只包嘛 但是我就很喜欢机车包 可是对于学生的我呢 我就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来买 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工作了 然后第一年他拿到就是bonus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那个bonus里面的一部分钱 给我买这只包 但是呢他瞒着我 就说哎呀我不一定可以给你买 我也不知道bonus多少 然后我就想哎那就没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以后可以再买嘛 后来有一天中午 我就是回家吃中饭 然后就在床上看到一个非常精致的盒子 然后呢他就在上面写到了 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买的包包 希望你可以喜欢 然后我就当时非常感动 所以这只包真的是我每一次 不知道要背什么包包的时候 我都会拿出来背 因为首先他就是很能装 然后他又是黑色很百搭 就是至今为止我都非常喜欢 但如果你现在呢还没有买一只经典的包包呢 那我就不是很推荐你买这只包 但如果你拥有这只包你忘了 我就觉得你平时在做造型啊 就出门玩的话还是可以再拿出来背一背 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经典 他的这个设计我现在看我还是很喜欢 当时我就特别喜欢 就是这里面这面镜子嘛 然后我觉得这面镜子很好看 然后我就觉得任何颜色都不如黑金 这个搭配来的经典 就是非常喜欢它 然后哪怕是到今天我还是觉得这只包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的搭配 然后它的皮质本身就是旧旧的皱皱的 所以你也不怕被压坏啊或者是刮花 就也是一个可以保存非常久的包包 我觉得可能等到我很老的时候 我依然会保留这只包包 而且可能依然会背出去 很喜欢 下一只包包呢 我要推荐的包包就是YSL他们家的手拿包 这款呢已经很旧了 但是呢我去 我之前在买那款小包之前呢 我去实体店里看过 就他们现在有一个虚虚的啊 然后他们就是Y这个其实已经是很少的了 这款就是很旧了 我当时买来的时候就是为了去参加party啊 什么时候用 但是我可以说他们家的手拿包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因为他们有很多款 然后有金色虚虚的话呢 就会把你变得很出众 然后它是配所有晚宴的裙子呢 都非常的合适 这种包呢 你就一定要去选一些颜色鲜艳的包包来买 因为它会给人家很重的记忆点 然后你在穿礼服的时候 或者你穿一些裙装的时候 你不可能参加party的时候 去选一个特别奇葩的颜色 或者是一个特别闪的颜色 那你就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所以说你一般是会去穿一些 比较优雅的黑色啊白色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剪裁的衣服 那这一只包包就非常的百搭 然后呢 它其次就是它的质量非常好 我这只包已经拥有了大概十年了吧 它完全都没有被我弄坏 而且这只包包的搭扣真的是太舒服了 然后它也不像有一些包就是 有一些包我记得那些晚宴包真的很美超美超闪 那它就是塞不下你的手机 就塞不下手机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非常的苦恼 如果它塞不了手机我就会很痛苦 我就不知道这手机是要塞在我老龙的西装里 还是我自己的裙子需要有口袋 我就会很焦虑 所以说这个包款呢 就是可以塞下手机塞下口红 然后塞下你所有想塞 就是参加party时候想用的东西 我就觉得非常合适 塞下银行卡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包款我非常推荐 你它们家现在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种 不同的颜色啊形状啊大小 我就非常推荐你入YSL 它们家的手拿包简直是百搭 一定要入 而且它们这个桃红色也很真很喜欢呢 而且我感觉我今天这个穿搭背这个包 好像也是很OK的 下面配一个长裙黑色 也可以去参加跑尔尼 就很喜欢 好了下面我最后一只包包要推荐的呢 就是王大人它们家 其实王大人它们家的包包呢 并不可以去归列为就是大牌包包 但是呢我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真的很流行可送包 就是Lemare它们家那只包真的很好看 我超想买 可是一千多买Lemare 我就会觉得 它家好像比较出众的是它家的衬衫啊 就是私质的衬衫啊什么的 就买包好像有一点点太贵了 而且我也不是那种随手就可以买一只包包的人嘛 所以我就是不是特别想入他们家那只包 所以我突然找到我自己在多年前买过 王大人他们家的这一款包包 然后买这只包包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已经忘了一个 就是韩剧当时很有名的 就是奶酪陷阱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金高银它火起来的时候 就它当时在其中有一个那一刹那 它背的是这一款包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心动了 我就一定要买到这只包 然后当时很难很难找 因为它背 然后到这个聚放的时候 其实这款包已经受请了 就到处买不到 官网是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很多地方 然后最后是在 好像是在The Alnet买到的 就是打折的时候买到的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其实真的是跟 限制衫加牛仔裤 然后再加一头卷卷的蓬松的头发 真的非常的搭 因为它非常慵懒 就是我就也为此做了几个look 就是还原它当时在那个剧里面的look 就真的这只包真的是 有一种点睛之笔 但是这只包未必是人人都能看得懂的 很多人就会觉得 你不是背了一个烧香袋在背上吗 就是其实可颂包跟饺子包 也的确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到大众 就非常大众的一个经典的包款 它就是一个你可能追求时尚啊 或者是追求另一类的一个包款 但是这只包我不得不说它真的非常柔软 然后它完全背在身上就没有负担感 它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肩带 它这里打一个结 然后它这整个肩带呢就非常的有线条感 就整一只包包就是一气呵成的感觉 然后其次呢它就是给人一种 就是觉得它穿那个帆布鞋 就是跟这只包包非常的搭配 就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说呢我自己呢 个人是买了几只王大人的包包 但我都不是很推荐因为它的包实在是重到个不行 它经常有锚钉啊 这种晶莹的东西在上面 就是背久了会觉得就是觉得有一点俗气 但这只包就完全不会有 它就会走一个文青跟森林系的感觉 就会有一种日系韩系的感觉 因为你就是会发现就是硬朗的女生就很少背这样的包 就是软绵绵就是像奶酪现金里面那个金高银它那个style 我就会很喜欢背这个包 所以这只包呢我就觉得你不一定要买这一款 因为它也买不到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软软的柔柔的嫩嫩的小小女孩的话呢 就非常推荐你买这个包款 就是可颂包跟饺子包 它真的会给你一种很柔软的感觉 好啦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看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看爽呢 其实呢就是这些包包呢 也不一定是想要推荐给大家 要大家一定要去买 但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就是说 因为奢侈品呢 它这个任何的奢侈品 它就是价位还是在那里的 它并不便宜 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喜好 跟自己平时拥有的衣服的类型来做选择 然后你要做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因为这个包包花了那么多钱 那你一定是希望可以重复利用的 不要用了一下就扔掉了 因为你卖给二手店的话 也会让你就是大打折扣在价格上面 所以呢就是我给大家的是一个idea 就是说大家如果是想要 选要实用的包呢 应该怎么选 颜色上怎么选 我也会就是做一些穿搭 跟这些包包在一起给大家看 就是穿搭在这个影片当中 也希望大家可以看的开心 如果喜欢我这支视频 或者喜欢我 或者喜欢我的宝宝的话 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点赞 然后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周呢都会准时更新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按这个subscribe键 给我订阅 然后给我点点人气 然后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咯 拜拜 拜拜